上午11点一到,常常排队人龙聚集在基隆乾隆珠宝前领取便当 这是乾隆珠宝董事长江洪志发起的周四发送爱信便当活动 希望能弱势民众也能有一场温饱 江洪志持续10年的善行易举,也获得许多企业家好友力挺 今年中秋节就有联力工业老板夫妇加码赠送250份秋节红包 希望共襄胜举 感谢我们乾隆珠宝的江洞给我们夫妻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爱信活动 那因为他本身也是真的很有爱心的大善人 每个礼拜四都有发便当 在尤其美逢家节的时候像端午中秋过年都会特别发放红包 那当然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让这个我们基隆的一些低收户 还有一些游民他们有这个在过这个家前能够受一点温暖 也能够造福一下乡民 这是一个很好的善局 这主要是我们关怀这个社会的热视团体 今天很感谢六土工业区 陈德西企业家他们夫妻来共襄盛级 这个预期我们目的是每个礼拜发便当之外 我们要让社会构建大家来共同来关怀 有钱出钱有利出利 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低收入的民众过得更好 江永志表示 十年来领取爱心便当的人数不断成长 显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民众真的很多 他会继续举办这项爱心便当活动 也期盼有更多人加入 让爱心照亮社会上的每个角落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谢谢